成就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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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去岡山 不是那個羊肉路的岡山啦 是我們今天要去岡山 我們要去哪裡? 我們出雲神社 因為今年剛好同一十月 是出雲神社 每年最大的一個 神載月 因為日本所有的神都會去那裡 所以我們要去那邊看看 走吧 我也是第一次去那裡 很多地方都是第一次去 我現在給這些商品發五折 到十二月底 到十一月底 就順便買了我誰想要的 這個 警診啊 警診啊 因為剛好有缺警診 然後行李診 因為剛好沒有行李診 就順便也買一個 那五方的行李診 感覺還蠻可愛的 到時候也可以拿來用 反正八五折不用本來不用了 做飛機也是做飛機 不如買一下東西 好 那就這樣囉 我們等一下到鋼山再來好好聊聊 我們鋼山之魚怎麼樣 鋼山之魚怎麼樣 好 這是我們自駕出體驗 我們在那個鋼山 鋼山淘汰陽機場旁邊 這邊有個租車公司 我們四線已經先預約了 然後我們就來這邊租 然後我們也租個油電車 然後這次就是好好開車 要開車到鋼山之魚自駕出體驗 其實有點小緊張 因為方向不一樣嘛 我們就走吧 謝謝 謝謝 第一次自駕勒 對啊 超緊張的 他要給我們那個 他這邊鋼山所有的 GPS的定位 的號碼 我們可以這邊走 OK 好緊張喔 有開啊 有啊有開啊 有開啊 現在我們要往哪邊 我們要回轉 沒有我們要回轉嗎 這邊啊 他這個房間應該是這樣子啊 這樣子 好吧我們要回轉 成就達成 成就達成 第一次自駕一定會動到那個雨刷 轉方向一定會轉到雨刷 成就達成了 這個先先達成 好 OK 好的 我們其實剛下飛機三點多其實肚子還蠻餓的 然後我們開到一個休息站 我們就來吃東西 因為我們之前有看那個日本的美食節目 休息站好像都很厲害 所以我們要決定在那邊吃美食 肚子真的餓了 休息站 好 好 好 行王 這是赤鬼 哎呀 葡萄葡萄 這是 喔 河島的 河島的牛仔褲 也是很有名的牛仔褲 對啊 我們等一下買個先試個東西再裝買好了 好 吃飯吃飯 你看 吃飯 看 看 對啊 喔 這樣蠻多的 黑毛和牛燒肉感覺沒有去 我們等一下吃這個 來 這個 好 來喔 當地 當山黑毛和牛燒飯 看一下 這個牛肉 是不是感覺很爽快 desde 旅館 那我還有和牛在那個優韜 河牛最重要是那個油味 它肉汁還很薄 但是那個油味還是有在 像畢竟這 一千塊日幣嘛 其實才三百...一千塊日幣 兩百多塊其實也沒有很貴 它就是 可能是比較一般的河牛啦 不過還是蠻好吃的啦 休息站,我很滿足的 等一下我再吃那個 它這邊是什麼,水蜜桃 雙淇淋 蜜桃 就是旁邊是那個 棉花糖 牛奶跟水蜜桃還蠻好吃的 甜甜香香,稍微有點甜啦 甜甜香香的 喝吃吃看 剛剛那個小濃的喔 是黑豆 黑豆 是黑豆耶 而且好黑豆喔 超黑豆的 好妙喔 好吃 等一下吃完我們就繼續開車 去往粗雲方向 加油 唉唷 我們開了多久啊 我們開了多久 兩個... 現在休息快三個小時吧 終於到出雲了 對啊 好,休息一下 我們今天住這個飯店 叫什麼飯店 英文叫 Twin Leaves Twin Leaves喔 反正就活在旁邊啦 好,今天休息 等一下 鬆頭一下 對啊 好,Go 嗨 我們明天就要去出雲神社 我們為什麼會選今天來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因為我們有講嘛 出雲神社啊 它是十月 它是... 容易十月都是接 就是... 神載月嘛 日本所有神都在這邊 然後明天會是個圓節 圓節祭 圓節... 的活動 所以我們明天要去參加活動 然後晚上我們就在這邊休息 啊對啊 我們去休息站的時候 我們要買那個 秦王的麝香葡萄 那它真的超好吃的耶 而且... 兩千三日幣 喔 而且吃完之後 你就知道為什麼 四樣葡萄 為什麼大家那麼愛 它甜了一點 白葡萄的甜 然後它... 香氣很飽滿 而且它... 蜜香滋味 哇...超濃耶 難怪... 真的很貴 但是真的很好吃 而且沒有紙 好好吃喔 然後... 你逛便利商店 就換這兩款酒 什麼葡萄神話啊 然後它這個酒 我就買來喝 慕名其妙的二次會 哈哈...很好笑 好啦... 我們明天就去看看... 好好看看那邊的風景吧 啊... 晚安 來喔 我們今天就是在... 出雲神社 神在記 喔...這邊人現在已經超多了 不過這邊真的很漂亮 對啊... 我們可以去看看吧 剛剛有的... 排人超多的 然後這邊結緣活動是十點開始 現在是九點二十 我們已經先到了 所以人還這麼多 所以大家對這個活動 真的是非常的在意 真的很多 走吧 好好好 大家在這邊看啊 大家在這邊看啊 它這邊很多參拜的人 然後我們其實也不知道在參拜什麼 我們就去往前走 喔...我看到前面是 喔... 蛤... 看喔...我知道了 應該是拜那個耶 剛剛我們看到那排隊人潮啊 其實就是來這邊投那個香油錢 然後來拜拜的 因為我們它這邊的就是 它... 術雲神社跟人家拜的不一樣是 它必須要舉兩鞠躬 拍四字手 再一鞠躬 這跟其他神社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他們真的拜很多 等一下我們... 回來再... 回來再投錢好了 要不要 不然的話 它這邊排隊生排好久喔 好...我們繼續往前 哇...這風球一下好舒服喔 我們剛剛走到前面才知道這些... 我們剛剛看到一群人排隊啊 然後現在才知道在排什麼 就是排那個... 這一次的那個... 圓結大忌的... 排隊人潮 你看後面人是真的很多 那我們看到之後 我們決定... 要趕快往回走 現在我們要來排這個 我不知道排多久 反正都來了 一定要排一下的啊 OK 好啦...我們又離開了 為什麼 有沒有... 因為我們剛剛遇到那個... 他們... 就叫廟嗎 神社的工作人員 然後說這個活動是需要 事先預訂 才能參加 然後這個活動是五千日圓 我看到他們都有拿個明信片 所以我們趕快問 好啦...沒關係啦 就是一個... 來就是緣分嘛 來就是這樣子啊 反正人都來了 我們就好好再走走看看吧 那個...很有名的... 初音神社 有點可惜耶 可是事先不知道啦 這也沒辦法 好啦... 旅行就這樣子嘛 總是要有點遺憾 很漂亮耶 你給我前面好了 前面也有... 結婚...結婚市場 喔...真的耶 結婚市場 哇...好大喔 要過去看 哇...真的很漂亮 好大喔 好... 剛剛那個他們就是我們剛剛錯過那個什麼 圓絕大忌 可惜在裡面人真的很多 然後還有那個叫做什麼 剛剛進去那些人算是什麼 神官 有點可惜 不過沒關係嘛 就這樣吧 不過我們剛剛那個大國主大神 他這邊的主神 我們也是好好的參拜了一下 希望我們有個好的圓絕姻緣 日本妹也可以啦 好啦有就好了 好給我繼續逛逛 我現在又在排另外一個神社 神社要十九神社 然後這神社會排很多人 是因為這十九神社 在這地方帶著神社來日本的神秘 都會來這邊住 對 然後在這邊等於可以拜到所有日本的神秘 所以這邊也是排很多人 我覺得就是一次可以拜日本所有的神秘 其實這件事本身CP值還蠻高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一定要來排一下 對 我們等一下就好好來拜拜所有日本的神秘 我覺得運氣還蠻不錯的 全部拜完 風夜 會不會太浪漫了一點啊 風情是蠻大的齁 來這邊就是出雲神社最有名的鑄聯繩 大家看這個 超大的 我看稍微查一下資料 這個 可能十三多公尺 超長的 然後說 好像是五噸喔 我記得沒錯好像是五噸 而且每六年換一次 這個是日本最大的鑄聯繩 所以很多人都會在這邊拍照 然後我們來這邊一定也要拍照 對呀 它就很漂亮 你看 然後我們剛剛就是 我們就可以在裡面好好逛逛走走 走吧 在這裡 謝謝 你這個要嗎? 我要一個啊 你要哪一種? 嗯...我要... 藍紅的這個好了 這就是全日本最大的神社 最大的鳥居啦 全日本最大的鳥居 從那個...我們剛剛從祖宇搭著走關大概 五分鐘吧 七分鐘、十分鐘大概這個時間啦 我覺得既然都來還蠻有趣的 它大剩四年就開了 所以... 這個是紀念啦 OK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去吃東西了 吃這邊 本來看到什麼又吃什麼 這邊在老街我剛剛從這邊走過來還蠻好逛的 走吧 我們剛剛走一走看到這邊有賣那個 老根和牛米漢堡 我們就來吃吃看 對啊 本來看到什麼又吃什麼 這邊... 本來看到什麼又吃什麼 沒有什麼限制 走 來...和牛米漢堡 我肉真的超多的捏 我們點兩倍肉 和牛米漢... 島跟和牛 兩倍肉 讓我試試看 來喔...和牛米漢堡 我不是很多的感覺耶 兩倍肉 八百八 OK啦 如何...和牛 好... 稍微鹹的一點點 太蠻好吃的 嗯... 好... 對... 都是這樣子的 都是這樣子的 OK...謝謝 好... 最後一半 喔... OK... 然後... 這個... 塩... 然後... 吃蕎麥麵喔... 剛剛... 剛剛那個什麼... 喔... 我剛剛看那個菜單... 覺得那個... 一碗一碗好像很大... 我剛剛算... 好像... 都會吃不完... 他又是... 沒有說很大... 還好... 這是蕎麥麵... 出門最有名的 來... 插一點配料... 裝... 然後... 插... 來... 想吃... 來... 按均勻...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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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囉... 他那個是冷麵吧 然後... 口感冰冰黏黏黏黏黏出來 這個蕎麥味道其實還蠻重的 麵... 就是等於... 麵很香的啊 橘橘它有一個特別的味道 它可能就是蕎麥的味道 還蠻不錯的 當地特色 租上試試看 然後... 我們吃完... 聊起另外一個地方了 好享用囉... 這邊是... 初雲神社最有名的星巴克 為什麼它有名... 它有個杯子很厲害 我們進去看看 這個啊... 初雲杯 出雲大色限定 一個一千六... 沒有很貴耶 大理石... 銀彩... 紅色的... 白顏色 你要買嗎? 要啊... 你要買哪一個? 三個各買一千 三個各買一千 好 這個叫什麼你知道嗎? 小朋友才做選擇 對 大人就是... 全部都要 髮型就是... 這個不要 其他全部都要 沒錯... 沒錯... 選擇 就來一趟 一次帶走 然後它這個杯子外面 其實是沒有星巴克的任何標誌 然後... 它就底下有... 還有那個... 它的那個... 它那個包裝有 它其他都沒有 它其他外觀都是沒有 沒有星巴克的任何的mark 可是大理石色還蠻... 還蠻... 還蠻IG的 這大理石色 IG... IG是Innergreen 很喜歡那種顏色 我喜歡綠色的其實 你喜歡綠色喔? 大概就這樣子 我們要... 我們在那邊逛了一個多小時吧 然後... 我們... 就大概結束了 我們的元節之旅 好 然後... 我們現在就繼續去... 來,走走吧 那... 如果你喜歡我的... 影片的話 難怪給我點讚 按訂閱 謝謝大家 我們一起結緣喔 掰掰